那最后我还是要请敏荣帮我 就是选出你自己个人的Top5 所以敏荣选的第一部 你的Top1是狂人丛林梦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狂人丛林梦这部片子 也其实是一部纪录片 是来自西班牙的纪录片 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特别的是 它讲的故事是说 一个西班牙的人 他在这40年来间 他都一直逃避着 不能讲逃避这样子说好了 他不喜欢都市的生活 他认为自己比较是属于丛林的 所以他在空闲的时间 他就会躲到丛林里面 然后开始拿着现成的材料 然后架构自己的城堡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 有一点寻常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这部影片 很特别的是说 他这个导演 其实是在这几年 才发现了这一位角色 但是在40多年前 就有其他人帮他拍了故事 就是当时一起在度假的 其他的家庭的一些小朋友 当时跟着这位老人 一起拍那种家庭电影 因为他把自己称为是泰山 泰山 对 所以他就拍了泰山第一集 泰山第二集 泰山第三集 然后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他就是在讲说 他一直想要躲到丛林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梦想 可是不为当代社会所包容 那他一直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受到外界来的攻击 那他必须要让他在这个丛林里面 所建立的城堡 一次一次的被破坏 一次一次的被摧毁 他所建立的那个东西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到 电影里面去看 因为还蛮可惜的 因为他一直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一直不断的被摧毁 一直不断的被摧毁 但是他一直还是认为 自己是属于森林里面的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说 那个非常雄伟的 他所构筑出来的样子 一个梦想 我觉得他是一个层次 很丰富的一部影片 那我也是觉得说 他这部影片反映了现在 纪录片跟剧情片 其实越来越难去分离说 做这个分类的一个 一个走向 因为他其实在这部剧情 这部纪录片里面 所包含了这个人 他所拍摄的 一个虚构性的故事 可是这些虚构性的故事 其实又某个程度上 记录了当下的一些真实 接下来因为他拍摄了 大概四十五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现在这一位狂人 这位丛林的狂人 其实他已经大概 快要走到生命的尾声 他怎么样子在思考说 要把这样子 他在森林里面所建筑的东西 能够继续传下去 我觉得他是一个意义非常丰富 透过导演 怎么去整理这四十年来的素材 然后把这个人的梦想 加入一些意境 我觉得是看的时候 会让人很震撼的一个感觉的片子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这部片 就完全是丛林界的合索 对对对对对对 让大家觉得说哇 完全还有 居然有人是过这样子的人生 对有这样子的梦想 另外两部作品 有人特别选的是 来自南美洲的作品 就是去他的第二春 跟值不了男孩 这两部作品 你会帮我简单介绍一下 好 值不了的男孩是来自 委内瑞拉的片 委内瑞拉 我们可能对他之前来的影片 其实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觉得也是很惊讶说 今年从拉丁美洲来的作品 一步一步都非常的精彩 值不了的男孩 他在说的是一个 大概十岁的男生 他对于他自己的外形 非常的在意 因为他有一头卷法 他一直不断的找各种方式 想要把他的头发拉直 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 一定会想象说 原来还有这些方法 沙拉油 美乃滋 还有当然是吹头发 但是那时候 他把美乃滋涂上去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 不要浪费食物了 对 那他的妈妈 其实一直在看这个小孩子 对于外表这么的在意 他其实心里有一些疙瘩 他觉得说 这个他的儿子的性向 是什么样子 这听起来是一件 很小的事情 但是导演从这样子 一个小的事情 拉出了这个单亲妈妈 跟他的小孩 相处过程中 其实他反映了委内瑞拉 很大的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故事非常丰富 他从一个很简单的是 母子之间的爱 好像是小孩子的一个性别认同的事情 但是他其实抓到的是更广大的一个社会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观众 我那时候再重看一次的时候 我看到最后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让人心痛的故事 因为我们可能自己在台湾 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是 我只是要主张我自己的身份认同 我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 可是在这部影片到最后 他不再只是关于母女之间的拉扯 其实他做的是一个 因为贫穷 所以他们需要做的一些取舍 我觉得可以从这么个人的母子关系 拉到这样大的层面 我觉得是很动人很动人的一部片 那另外一部是来自智利的片 叫做去他的第二村 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 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一个女人 他在追寻他的人生的 他还是想要交男朋友 他还是想要去party 他还是要想觉得自己非常的性感的一个女性 他在面对突然之间可能有一个 跟有比较稳定的交往对象的时候 他的怎么样子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新的浪漫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他很让我赞叹的是说 他完全很完美的去表现了 这个寻找第二村的这个女人 他的勇敢 以及他不去惧怕说 我就是这样子的年纪 但是我依然性感 我依然有我的权利去追求 我想要追求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 他是一个非常丰富 而且不会不搅事的一部影片 而且他是看到最后 我觉得是让大家会心情非常的好 我不能透露那个剧情 当然当然 但是我觉得大家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不要被说 我为什么要去看一个老女人的恋情呢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去看的时候 不管你是十几岁二十几岁 你可能都会觉得 等我到了那个年纪 我现在这个年纪 有他这么的勇敢吗 我觉得这一点是 为了为了我自己的 我想要追求的事情 我是不是有这么的勇敢 我觉得他在讲的是这样子的事情 对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去看这部影片 变成是一部非常励志的片子 对有一点 但是他也非常的让人开心 我觉得他到看到最后 是让人非常开心的片 非常开心 对那第四跟第五部 闽荣选的是就是伊朗的一镜杀到底 我听到这个就一定知道说是一镜到底杀 对对对对 就是非常杀的一部片子 还有日本的足谷物语 闽荣路委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 一镜杀到底 他的确是一镜到底的故事 那杀的这个部分我就让大家到进去的时候 再来看他是怎么个杀法的 但是他就是一部很悬疑的影片 那我为什么觉得说这一部影片是 他是一个新导演 来自伊朗的新导演的作品 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说 一镜到底这样的影片 其实在现在有很多的导演 在做这样子的尝试 其实他已经不太新了 但是我觉得他在叙事上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他怎么把 通常我们想一镜到底的话 你的故事是要一直延续下去的 可是这个导演 他能够把很多的角色 融入在这个影片里面 而且他能够在叙事上的时间 来回走动 所以他不是时间一直往前的 他可以在到了这边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回到之前 这个角色的 他所谈到的一些背景故事 然后这样子故事 可以一直串起来 来来回回 我其实几乎没有看过这么精彩的一个设计 因为以前关于这样子平行时空的东西 是要靠剪接的 但是这样一镜到底的时候 可以去把那个悬疑感 尤其是他把这个悬疑感 一直不断的维系着 让大家一直想说 这个到底接下来要被杀的是哪一位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这个导演非常精彩的尝试 而且他是超过两个小时的一部影片 角色也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制作剧本的尝试的话 一定要去看看 一定要看 对 没错 那足谷物语的部分 你能不能帮我们讲一下 足谷物语是来自日本的影片 那我觉得这部影片的话倒是看摄影 他的摄影非常的惊人 是因为这部日本影片 他到这位导演 他还不满30岁 但是他非常坚持说 他希望他这辈子都可以继续用35厘米拍摄 他有一个对于老的底片的坚持 那你可以看他的影片的内容 其实也非常反映到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子的拍摄方式 他是在设在日本的四国这个区域 足谷这地方的一个故事 他有点像是一个世外桃源 他导演把摄影机拿到这边的时候 他非常擅长拍摄很广的宽画面的 大的一个景 比如说满地的雪景 或者是整个遍地的山叶 这样子花飞起来的样子 他说的故事是一个在车祸的时候 车祸的时候所遗留下来的一个小女婴 被足谷这个地方的一个农夫捡到 然后抚养长大 他从此以后这个小女孩 这个女孩长大了以后 他就把这个地方当作是他的 不想离开的地方 因为其实在这样子的地方 没有太多的建设 很多的年轻人到了成年的时候都会离开 所以这边其实只剩下了老人家 那这个女孩子有点像是想要守护这个世外桃源的样子 继续留在这边 那我觉得他所导演在这里面所架构出来 关于发展和传统生活的一个保存 以及传统的山林这样子的保存 他处理得非常好 其中也加入了一些蛮奇幻的 以及其实跟像现在可能台湾一些史诗还蛮贴近 就是要发展还是要保存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还蛮动人的 那当然再加上他35厘米这样子的光影上设计的摄影 我觉得这东西一定是要在大萤幕上看 才能感觉到那个有点像实施性格局的感动 今天非常感谢敏荣帮我们介绍台北电影节的策展想法 谢谢敏荣 谢谢凯依 敏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